大家好,S車檔 這條片就是一些我個人評論 在何文田站的觀塘線月台設計的評論 而你所知,應該是質色月台 有些列車要走入掉頭路軌 要清洗客人才去掉頭 我自己就想到一些方法是可以不用趕人下車 當然不用這個質色月台 用什麼方法? 我就想它用彩虹站的設計 雙倒色月台和三條路軌 我現在砌了出來,大約是這樣的 一條路軌去黃埔,就沒有掉頭路軌 就會變成這樣 一號、二號、三號、四號月台 四號月台去黃埔 二、三號月台呢 都是去條經令的 一、二、三號也是去條經令的 那我想到的就是怎樣呢 那就是普通按黃埔列車 在右馬地來 那就是走右邊的 進入這個四號月台 那就是上樓下 平時這樣 然後離開,去黃埔 就是這樣 在黃埔列車 就會這樣進入這個一號月台 那就是上樓下 之後這樣離開 然後回到油馬地 那平時去黃埔列車 那如果是以何文田為美站 就不同一點 那就是什麼呢 那你見到中間月台 應該都想到的 就是分開了它的 嗯 分開來搞 分開兩個位置來搞 那就是 以何文田為美站 就走去中間這條路軌 這樣 然後叫人 叫人 如果想去黃埔 就去對面月台這樣等 這樣比較方便 對 不用又 又轉回頭 順便調回頭 然後這樣離開 轉回合條軌 我覺得這樣好一點 不用趕人下車 如果人家是想回頭的話 對 不知為何他不用這個方法 可能又是地理限制 不想起那麼多東西吧 對 現在變了在那裡有一個質線 對 我覺得這個會好一點 如果用彩虹站那隻 雙島四月台 對 大埔虛 類似 類似 這樣 不知為何不用這一隻 我覺得他這樣安排得好一點 不用光人下車 因為中間月台 不用走去那邊 不用離開那個站 那就已經可以掉頭 好可惜他沒有採用這個方法 變成這隻質食月台 對 質食月台那個版本 就已經在車站之下有沒有介紹了 那這條影片來到這裡了 那 不知你覺得怎樣 或者你又 真的好確定到 究竟港鐵 為什麼不用這個 營運方式 我覺得這樣漂亮一點 不用擦 頭腦在這裡 那這條影片來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